我问过陆成奇 为什么不爱我还要同意娶我 彼时我们已经成婚一年 他被派在岭南驻守 刚刚打败了敌军 只可惜损兵折将 惨胜如败 他也受了重伤 正躺在床上休养 我手捧要汤 举暗其眉地侍奉他 谢家嫡女这样的礼 我怎么受得起 他转身向礼 并不理会我 即使他已经痛得额头发汗 也不曾伸手过来 我膝盖都贵酸了 汤药也放凉 只好再次去盛满汤药 并自己先行试过之后 再递给他 夫君请用药 他忍无可忍 终于翻身 厌恶的目光投射到我脸上 又没有外人 你装给谁看 这话一出 我心中不由酸楚 仍旧忍下去 只当自己没有听到 再进一步将汤药递给他 这药还烫 夫君用时 话音未落 只觉手腕被重击 热腾腾的药碗 从手中震翻 汤汁兜头而下 顺着我的额发 浇在肌肤上 一路蔓延到脖梗 一时间犹如着肤之痛 我满眼惊恐地看着他 够了 谢真 我对你已经很忍让了 你用你谢家的势力 阻断我与心爱之人的因缘 我忍了 被迫娶你之后 我都躲到岭南来了 你却还是追了过来 步步紧逼 究竟要到什么时候 陆成奇一向与人为善 只怕终生未曾对人 说过这样的恶言 这话落在我耳中 只觉得方才的烫伤 算不得什么 与我而言 疲肉之苦 远远不及 内心痛楚 也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自成亲之后 我离开京城 千里迢迢陪他来岭南 在他眼里 是对他步步紧逼 原来在他眼中 当初的婚事 是我抢逼而来 他娶我 并非为情义 而是妥协 是忍让 是割爱之痛 我似乎终于明白 这成婚一年以来 他为何待我如此冷漠 甚至避之不及了 长吸一口气 尽量保持端庄 原来夫君娶我 并非因为情义 路成其沉默片刻 谢真 你我本就是两条路上的人 你的身份 是该嫁做太子妃的 我不过是个 胸无大志的束皇子 得到你的青眼于 旁人而言是蜜堂 与我而言 则是劈霜 我震惊 劈霜 恶毒至此吗 对 你毁了我生命中 唯一的奢望 所以我不愿见你 也请你 只当是大发慈悲 高抬贵手 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了 我捂着满头湿润的狼狈 在他的厌恶眼光之中 似乎明白了 他说的那唯一的奢望 究竟是谁 但他没有明说 我自然也不会讲出来 因为那是我的亲妹妹 脖梗上的伤看着吓人 但并不算太严重 唯一可惜的 或许是我出来的时候 过于狼狈 只怕这是传回京城 我与陆成起感情不目的传闻 又会喧嚣沉上 我的侍女泼茶 拿针条破了水泡 殿下太过分了 我回京就跟老爷说他 说他什么 我声音加沉 破茶被我这么一问 撇了撇嘴 万分不甘改了口 说 说殿下虽是武将 但对姑娘是体贴的 虽说不上如胶似漆 但总归是相敬如宾 若家里问你领男生活呢 泼茶吸了吸鼻子 倒背如流 虽不如京城繁华 但多花草树木 很是宜居 并不孤苦 是姑娘心安之处 她说到此处 眼泪都快出来了 这些话是我千叮宁万嘱咐的 身边的人早就烂熟于心 可如今落到我耳朵里 却自己也开始恍惚起来 直到灯竹爆开了花 才堪堪回过神来 原来谢家嫡女 这样会说谎的 可不这样 我难道要说 路成旗在新婚之夜 抛下我独座婚房 自己去军营安睡 又或者说 我们成婚以来 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的时间 屈之可数 且不说如今朝局动荡 乃多事之秋 何况远嫁的女儿 本就让家里牵挂 又如何能再让年迈的父母操心 路成旗打了胜仗 马上年关就要回京树职 自然要约束下人 不可多生事端 但此事或许多少 还是瞒不住 半月过后 陛下给路成旗发来了 军中犒赏 却还多次了一盒 治疗烧烫的膏药 我和路成旗听纸的时候 都愣住了 他本就有伤在身 一听这话 脸色更加不好 颇为尴尬地 接了纸泄了恩 当夜他又未曾喝药 动了火气 他本就不善言辞 前来宣旨的公共不明就里 以为是自己哪里惹了皇子殿下的不愉悦 我送了公共两柄上好的茶 将他们来的马匹换成岭南上好的骏马 说这些都是路成旗的心意 他本想亲自来谢的 只可惜身上受了伤 才只好委托我来 随即又招来郎中 将陛下赐的那一盒膏药成分扒开了 连夜又多制作了两箱 随着陛下发来的犒赏 一同送去军营 给平日里打造兵器容易烫伤的军将分发 很快 流言便传开来 六殿下在岭南一战受伤 可在上奏的奏表中 却仍旧不忘军中士兵 而陛下体恤将士 特地从京城发来膏药 与犒赏同发 膏药虽不贵重 却是陛下与殿下的体恤之心 着实暖了这一身 魏国戍边的苦寒 这皇子亲身上阵 为家国典范 陛下身虽远 天恩却仍旧 服责将士的佳话 传为美坛 陆成奇既然已经将话说明白 我也不再自讨无趣地出现在他面前 岭南地处边界 各种情况复杂 虽然比京城少了许多应酬 但实在的事物却多 我们各自忙各自地 同居一处府邸 却两月未曾会面 紧接着 就是要回京述职了 到京城的第一庄室 就是送妹妹谢宇出嫁 她要嫁给齐王殿下做侧妃了 陆成奇并没有陪我去谢家参加婚礼 我找了个借口堂塞爹娘 便进了妹妹的闺房 她坐在镜子前 罩着一张桃花玉面 阿姐 阿姐 你瞧我好不好看呀 她虽是竖出 与我却很是亲厚 见我进来 便拉着我的手 自己欢喜地转圈 把红喜符都要转出花来 好看 我笑着点她鼻子 快别转了 一会儿要是晕了 小心出丑 我挽起她的头发 却眼尖地瞟见她并边 一枝枝金的燕尾流苏簪 心口一颤 这是 我还没多谢阿姐呢 这么好看的簪子 阿姐都送给我当天桩了 阿姐真疼我 我戴这个好看吗 我昨日确实给谢宇送了天桩 但却没有这只簪子 更重要的是 这只簪子 是陆成奇的母妃 留给她妻子的 我心口落下一拍 贴到镜中自己惨白的脸 说 好看 适合你 当夜 我在府门等了许久 也不见陆成奇归家 也不知是因为我过于用力 还是因为天气寒冷 我那握着燕尾簪的手指 已经拧得发白 这簪子是陆成奇母妃的 明眼人一看便知 妹妹懂事 只当是我过于疼爱她 才肯将婆母留下的遗物都相赠 当即便取下来还给我 说理太重了 是 确实重 少年人为了满腔痴情 在强压之下 依然隐晦的爱意 如何不重 这份情 乃至这只簪 都像极了那个 总是竖着高马尾 带着一杆长枪的少年将军 他笑起来的眼角的弧度像一抹燕尾 清冷又自艾 正如我初见的陆成奇 我幼时总羡慕妹妹 我是嫡初 家里是将我当未来太子妃培养的 总备受管教 一举一动都不许行差踏错 而妹妹就不一样 她可以在院子里追蝴蝶捉锅锅 笑声能震碎一整个院子 她总是将从厨房里偷来的小点心 分给我吃 我身体也不好 妹妹能学腔学剑 我却只能待在屋子里 试弄花草 弹琴下棋 十三岁那年 京城办花灯节 妹妹逼着下人 悄悄带我溜出了门 街上人群如潮流 我与妹妹很快就走散了 我不敢乱跑 生怕遇见歹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旷点的地方 抱着一盏玉兔花灯 四处张望妹妹 你可是同家里人走散了 那时候 陆成奇从桥上跑马而过 见我孤身一人 便停下来问我 我心中害怕 不敢和陌生人随意搭话 只强装镇定地站在那里 警惕地看着她 看来是走丢了 她无奈地笑了一声 问我家住哪里 和谁一起出来的 花灯节上有姑娘被拐走 事迹我听过很多次 当下怕得要命 呵斥道 不关你的事 则她颇为无语地 瞅了我一眼 然后下了马 薅了一根野草叼在嘴里 抱着长枪 在距离我极尺远的地方坐了下来 一直到深夜 她都保持一个让我安全的距离 直到父亲找到我 父亲说 那就是当今六殿下 陆成奇 刚打了圣仗回来 她是看我当时的样子 便知道我是走丢了 看我不跟她说话 就派人去问官府寻人 又担心 我真被人拐了去 所以抱着枪守在我身旁 万万没想到 守了我一夜的人 竟然就是画本里的少年英雄 一时间脚下一滑 手里的花灯 就这样脱手而去 少年长枪一挑 就用枪尾勾住了 即将落水的花灯 递还到我眼前 月下 她身姿其长挺拔 举止洒脱不羁 像个潇洒的江湖侠客 笑起来的眼角 有如燕尾 哪吻了呀 那一日我抱着花灯回家 像是抱着月亮 我性格僻静 与灿烂如日光的妹妹相比 我更喜欢暗淡 又无趣的月亮 而陆成奇 就是我那同样暗淡 又无趣的生命中 长久仰望的月亮 后来 到了一亲的年纪 陛下的意思是 我嫁给皇太子 妹妹嫁给陆成奇 我以为 这段情谊 只能到此为止时 妹妹却已经爱上了奇王 为了不损伤天界颜面 又顾全妹妹的心意 父亲只好退而求其次 将我这个嫡女 嫁给了庶出的陆成奇 作为对陛下的请罪 当时妹妹说 她对不起我 连累我要去领南那样的 凄苦之地 我不觉得 因为此心安处是无香 只可惜 就连月亮 也会奔着明媚的日光而去 后来我才明白 陆成奇当初求娶的 就是妹妹 只是陛下并不想放弃 和谢家的姻缘 这才强令她娶了我 手心一阵刺痛 我的思绪才被拉回现实 那只燕尾簪 已经刺破了我的手指 街头传来马蹄声 一个黑影笼罩了我 是陆成奇回来了 她一身的酒味 略带亮呛地 取过我手中的燕尾簪 细细看了许久 冷月光给她的面容 镀上一层寒色 眼角眉梢都凝着霜 我本想解释原因 她却突然转过身 指腹轻轻划过我脸颊 抚得我起了一身的颤 眼睛已经醉了 将簪子插入了我的鬓边 好看 适合你 她靠得近了 口唇的气息打在我面上 我一瞬间僵硬如木偶 却仍记得去拔下那只 不属于我的簪子 陆成奇将我掌心摁住 带着簪子再从插吻 她的脸再次靠近 带着久易的吻 在寒风中落下来 她整个人都是冰冷的 手指 脸颊 包括这个吻 乃至她的话语 死簪配我爱妻 你是像的 我尚未反应过来 就被陆成奇猝不及防地抱了起来 她颇为疯癫地仰天大笑 跨步就往屋内走去 陆成奇掀开了被子 压在我身上 伸手捏住了我的下巴 罪意朦胧地端向了许久 最后她笑容渐渐凝固起来 她从未这样看过我 即使是从前相处 对于我的脸 她总是一掠而过 尽量不撞我的视线 此刻 我突然灵光一闪 她为何从不细看我的脸 因为我与妹妹相 我心中一股莫名的屈辱感 翻涌而上 即刻将脸扭了过去 她目光一下就落在我疤痕 未消的脖梗间 这一举动 似乎激怒了她 她俯身便来撕扯我的衣衫 你不是贤妻吗 做贤妻的 满足一下夫君的心意怎么了 谢真 不 阿语 阿语 今夜你是嫁给我的好不好 谢真 今晚 你就坐一回阿语 你带了这簪 就是我的爱妻 她醉话说到一半 我仰手便抽过去一耳光 这一巴掌 几乎用尽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力气 即便是陆成奇 也被抽翻脸过去 夹上清晰可见 五指红印 她缓慢地回过头 面目僵硬地看着我 谢真 你 认清楚了吗 我抢过话头 然后用我这一生未曾有过的语气 立声说 那就起开 陆成奇眼睛出神 似乎在回味那一耳光 我动弹不得 只别过脸去 诡异的静默在屋中弥漫开来 月光就这样 从窗口筛下来 落在我的脸上 她的身上 谢真 你疯了 陆成奇咬牙切齿的吼 手一抬 指向门外 出去 跪着好声清醒清醒 冬日的青石地面十分潮湿 无孔不入的寒气 浸入我的膝盖 我狠狠地掐着自己的掌心 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 我不能认错 也不能求饶 因为这件事情 我属实不能退让 忽然 我头顶一方天地停了雪 是陆成奇出来了 他举着伞 替我遮去了漫天大雪 那清冷英俊的面孔 掩在雪色中 变得有些模糊 起来吧 不必跪了 我尽力忍着膝上刺骨的痛 膝行两步上前 抓住了他的下袍 切身打伤殿下 跪多久都没关系 只是有一件事 请殿下一定要答应我 陆成奇低下头 轻飘飘地瞥了我一眼 什么事 你先说吧 殿下 可不可以不要再接近舍妹 你与他的情 只不过是您一厢情愿 如今他已成婚 你就不要打扰他的生活了 陆成奇的眉头 已经拧起来了 原本已经散去的火气 有一点点地在谋中积蓄 就为了满足你的一己私欲 就让本王设下心爱之人 殿下 我仰起头 在风雪之中 或许恳求 或许质问 我妹妹嫁过去 本就是侧妃 女子为人侧事 本就不易 若是让旁人看见 其王侧妃 带着你送的簪子 别人会如何揣测 你们的关系 殿下拥兵一方 自是不怕这些 可我妹妹一个女子 你让她往后如何自处 她不言语 大雪与寒风交织 我和她四目相对 陆成奇 我是做姐姐的 不能眼看着我妹妹 落入这种境地 她原本坚毅冰冷的面容 在听到这番话之后 渐渐开始松动 你说得对 她似乎不觉得冷 就这么不耐烦地 朝我摆了摆手 你回去吧 别跪了 让本王一个人好好想想 我抖了抖身上的雪 捡起她扔掉的伞 搁置在她身侧 砰的一声 院子门被大力撞开 阿宇的身影 跌跌撞撞地 朝这边奔跑过来 扑倒在我面前 阿姐 我赶忙跑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 阿姐 我求你了 不要逼我嫁给齐王 阿宇拽着我的衣衫哭 我愣住了 阿姐 你知道的 我心中爱的是六殿下 你放心妹妹绝不和你抢 哪怕给阿姐做个奴婢也罢 只求阿姐 允许我留在殿下身边 望着眼前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 我发现 我怎么好像不认识她 我张了张口 嘴里却好像被人塞了一团雪 什么声音都不能发出 陆成奇暴怒 猛掀过来一耳光 脸上额上迟钝地传来 火辣辣的痛感 混着泥水的血 就这样滚落下来 谢家嫡女滚了一身的尘埃 满头病发沾满了泥汤 我想站起来 可我腿上没有一点力气 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 一个人在风雪里 身体会变冷 在背叛里 心会变冷 可当身心都冷透了的时候 说来奇怪 不冷了 齐王在取侧妃之夜 被查出贪污 陛下将其发配边疆 谢宇说 当年我仗着是嫡女 故意将她的婚事换了 又逼着她 嫁给了齐王做侧妃 不出两日 陆成奇就准备 那他为妾 王府里张灯结彩 陆成奇带着她 来给我建礼 谢宇低着头 将一盏茶递给我 阿姐 其实我根本不想要什么位分 我只是在乎和殿下的情谊 你能不能将那柄燕尾簪 还给我 她还说她不在意位分 可谁人不知 那柄簪是传给陆成奇正弃的 阿姐 那天你明明偷走了她 她声音微颤 仿佛受尽了委屈 可分明为了那柄簪子 受尽委屈的人是我 我嫁给陆成奇的那一天 我满心欢喜等着 她将那柄簪子 亲手为我戴上 可她丢下 我去睡了军营 我唯一戴过的一次 我的夫君说 你真像我的爱妻 像 可笑 那种害人不浅的东西 我可没有 我转身就要走 阿姐 还我 朝露成奇撒娇 夫君 让阿姐还我吧 她肯定就藏在身上的 我若没有 我盯着谢雨 你可肯 吃这污蔑长姐之罪 单手扯下毛领 外肠脱下 再接着 腰带 中医 一件件落在地上 别说燕尾簪 燕子毛都没有 我正要以污蔑长姐之罪 致谢雨 陆成奇突然猛地拽住我 谢真 这是什么 她不知怎么突然之间面沉如水 将一张纸摔给我 我拿起来一看 这才发现 是我揣在怀里的和离书 择日不如撞日 陆成奇 签了吧 正非的位子 我让给她 她往后跌了一步 几乎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额前的青筋跳动许久 似乎要骂什么 最后抵住了舌尖 把什么话咽了回去 只说 谢真 你若不满意我那切 直说就是 犯不着闹这种脾气 以后不准再写这种东西 她语气很凶 但落到底 她没有同意 我抬起头 目光辗转在她的眼角眉梢 却品出了一种挽留的意味 陆成奇喜欢的人 确实不是我 但他从一个不受宠的树皇子 走到今天 被陛下器重 满朝文武肯定的日子 陪在他身边的人 是我 陪他在岭南挨苦受罪的是我 给他是要裹伤的也是我 莫非 也是在他那心里 留下了什么痕迹 谢宇一下就慌了 忙掺住陆成奇的手 夫君 算了算了 能陪在你身边已经很好 不要什么味分了 要 怎么不要 我望向谢宇 朗声道 你从小不是最喜欢阿姐的东西了吗 反正阿姐我也嫌累赘 打发给乞丐 跟打发给你 也没什么不同 陆成奇微微一愣 将和离疏丝的粉碎 扬了一地 少跟我来这套 和离 你想都不要想 大雪纷纷 我跪在了皇宫前 求陛下准我和离 我都快跪成一个雪人了 有人给我撑了伞 是陆成奇来了 依旧是长眉深目 俊眉非常 只是脸色十分不好看 我瞥了他一眼 转而正是前方 殿下 我不需要你打伞 陆成奇握着伞柄的手 跃发的紧 骨骼清晰 坚定不移 我想起许多年前 就是这只手持着枪 为我挑来那盏 月亮一般的花灯 可紧接着 我又想起那一夜 可也就是这只手 那样决绝地 冲我扇了过来 心中凌然 往一旁挪了几步 再次坦然面对冰雪 这样的举动 让陆成奇有些难堪 宫门四周 有太监公额 探头探脑看着 陆成奇原地站了一会儿 蹲下来低声问我 我退一步 我把阿宇送到外头去 咱们回家 行吗 从前 我最见不得的 就是他皱眉 为难 可如今 我比较不想自己为难 不行 陛下终于召见我 陆成奇跟着我 一路进了宫殿 大概是拖到了陆成奇来 才肯见我 陛下先是让人给我拿热水 加披风 然后当着我的面 狠狠地发落了陆成奇一痛 说他不识好歹 鬼迷心窍 然后他又颇为温和地说 谢家女 老六确实有错在先 朕已经敲打过他了 你们是患难夫妻 总有情意在的 合理一事 成就的都是男子 他快乐逍遥去了 女子往往沦为笑柄 且你往后没了依仗 就只能靠着本家 你是个有孝心的 肯定不愿给父母多添麻烦 对吧 陛下正是告诉我 何离这件事 我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可我愿意 陛下 人如果有了伤口 只一个劲地捂着 总有一天 腐肉入血 是会流浓发臭的 我诚恳地败了下去 与其如此 不如刮骨削肉 纵然再痛 可轻开腐烂 也总有尘科愈合的那一日 陛下沉生 如你所说 刮骨削肉 在所不惜 在所不惜 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 我看见陆成奇 像一尊雕塑一样 整个人浓缩成 一抹灰暗的阴影 从王府搬走 我只整理了自己的东西 而那些我和陆成奇 婚后的东西 跟他沾边的 我并不准备带走 陆成奇冷笑 谢真 我从前当真低估你了 既然你什么都不在乎 他转过身 对谢宇说 他不要算了 以后这些都是你的 想要什么都可以 可谢宇脸色 却没那么好看 因为他看出来了 陆成奇是为了跟我赌气 才说到这种话 但是想给我不痛快 还是娇滴滴地向陆成奇道谢 最后他指尖抬起 指向了一盏就花灯 殿下 我要那个 这是我的 我护着花灯 你不是什么都不在乎吗 给他又如何 陆成奇讽刺地看着我 淡淡道 他明明知道 我有多爱惜这花灯 这么多年都待在身边 谢宇也知道 所以他故意这么说 我的确不愿意 带走这些东西隔应我 但我也不想留下来 便宜了它们 我吩咐泼茶 去拿桶油来 直接烧了 烧干净 我从满是青烟的院子里 走出去 听见谢宇在尖叫 殿下 已经烧没了 你别捡了 小心烫啊 爹娘说 河里也无所谓 他们养我一辈子 可我拒绝了 我觉得我可以 做些自己的营生 不求大富大贵 靠双手养活自己便满足 我从前在京都贵女中 人缘不错 他们听我想自己挣钱 纷纷都来出主意 说我女工一流 不如去做个绣娘 他们以后衣上裙子 都要我的绣品 还说我琴棋书画都精通 不如去给他们的女儿做先生 可以给我开很丰厚的报酬 也不是不行 但好像不是我想要的 从前我替陆成奇跟人交际 积攒了不少的人脉 其中包括贺卿公子 他是我朝国师的师弟 据说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只不过他本人神龙剑 首不见尾 平时都在外游历 一回京城 就成了陛下的座上宾 所以当他来我院子 拜访的时候 我都震惊了 何德何能可以让 至尊大佛亲临 一身白衣俊逸出尘 腰间挂着青色玉笛 以及一个小酒囊 他向我建议 谢姑娘在闺中时 能打理谢家 婚后能打理王府 与其替别人做打理 不如他说到一半 便停下了语言 我听着有戏 想请他进屋子喝茶 依公子高见 我该做什么 贺青公子没进门 只留下一句话 自立门户 自立门户 我一愣 不由自主地抿抿嘴 心道 怎么个自立法 贺青公子管杀不管埋 只撂下这一句 说完就走了 经过一整夜的思考 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给别人打工 再怎么都是在 旁人手下讨生活 端别人的饭碗 不如自己干一番事业 于是我带着一些提挤钱 在西街盘下了一家很大的酒楼 从酒楼装修 厨房菜色 前堂跑腿 统统都亲自督促 我一开始以为会很难 可上手之后发现 这跟我从前管家 好像也差不到哪里去 很快 酒楼就开业了 因着我从前的人脉 前来捧场者众多 加上我也十分用心 很快就生意火爆 每日进账的流水 多达百两银子 而贺青公子便是我酒楼中的常客 他时常在我的酒楼宴请宾客 过了好一段时间 我才发现 他那些客人都是商界名流 而京城大半的铺子 都在他的商号底下做事 怪不得身为国师师弟 却不就职于朝廷 感情他压根就看不上那点俸禄 那人家都说公子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我拨弄着算盘 问他 那是旁人抬举的 做买卖 打交道的人多了 总能多学些东西 他翻着手里的书卷 言辞谦和 那还说公子神龙见首不见尾 赚钱哪能闲着呀 四处跑腿 一来二去 别人给面子才这样说 他对做生意仪式颇有心得 和他相谈 总能受益匪浅 谢姑娘 贺卿跨进门来 脸上永远挂着如暮春风的笑容 一壶秋露白 再来几个小菜 他靠在柜台上说 我一个和离过的女子 应付名声十分不易 因此那日她来找我 并不进门 后来开店 大庭广众之下 她跟我说话 每每隔着一张柜台 从不愉悦 公子 我给她倒上一杯酒 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请讲 她微微弓着背 弯下身高将就我 公子 你是不是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但即便她分寸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我依然能察觉到 她对我的关照实在格外的多 我不是那种觉得别人的善意 理所当然的人 她既然对我施以援手 若有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自然也愿意出手相助 话音落下 她也只是垂着眸 轻轻地笑 若公子不愿说 我自也不强问 只是公子恩义 谢真铭记于心 日后定全力相报 她视线一开 落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许久 她那身温和又带几分霸气的气息 好像被车马烟尘卷走了一样 只落下轻轻一声 我也能被你铭记于心了 陆成奇来找我了 自从和离之后 她一直没为陆过面 这日 我刚关了店 马车走过街口 便见街口站着一个晦暗的身影 是陆成奇 看样子 已经等了很久 短短几个月 她整个人都瘦了一圈 原本意气风发的眉眼 像泄了什么精气一样 下巴上一圈憔悴的胡青 我知道 她去谢家找过我几次 但我没在 开了酒楼之后 她也来过 不过都是在门口匆匆看一眼 这一回 却好像特意来赌我 她还没说话 就伸手要将我从马车里拽出来 陆成奇 我甩开她的手 你放尊重点 闹完了吗 她拧着没问我 闹完了就跟我回去 我携她一眼 谁在跟你闹 六殿下 你我之间已无干系 自该桥归桥 路归路 各过各的日子 你还在稚气 陆成奇 稍微把声音放软了点 好 我明白 当初的事情 是我思虑不周 如今王府里没有旁人 只你一个 她话音未落 只听街口传来一个女子声音 殿下 是谢宇 殿下原来在这里 殿下 求求你了 让阿宇跟您回王府吧 她走近了 才胡一道 马车里是 我撩开车脸 对着谢宇微微一笑 谢真 是你 谢宇暴跳如雷 勾引别人的男人 你脏不脏啊 别人的男人 原来你也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在马车上 提高了声音说 可是我怎么记得 你跟陆成奇 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我上次回家给爹娘送东西 正逢王府的人 把谢宇送回谢家 当时陛下只是同意了我和陆成奇 合离 但仅此而已 至于谢宇 陛下提都没提 说到底 谢宇是在齐王倒下之后 立马就去了六王府 这样的品性 想做六王妃 恐怕让她当个侍妾 也得是陛下 看在陆成奇 劳苦功劳的份上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罢了 不知为什么 合离之后 陆成奇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 那谢宇为妾 然后跟她做恩爱眷侣 而是在半个月之后 将她送回了谢家 理由是 她前妻的妹妹 总逗留在六王府 不合规矩 谢宇被这一句话堵住 满面通红 不过你说得对 我看着陆成奇 一字一句道 确实太脏了 陆成奇迎面受了我这一记嘲讽 瞬间面沉如水 不愿再跟我分辨 静止走过来 伸手便要拽我走 我挣脱不得 被她拽着一路踉跄 放开我 不 她话音未落 只见一个白影从侧面撞来 将她撞开 然后挡在了我面前 怒声响起 她说了 不肯跟你走 来人一袭白衣 但不负仙尘不染 从来温和的面容 却带着仓促之色 可见是一路奔驰而来 正是贺卿 贺卿 此事与你无关 陆成奇知道 陛下一直爱重贺卿 自然也不想与他多争执 只冷下眼睛 低声道 滚开 贺卿一动不动 只将我护在身后 你 他目光落在贺卿身上 拧着没半天 才恍然明白了什么 别以为本王不知道 你一直往他这里跑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 他是我的妻子 贺卿平淡地看着他 六殿下 他已经不是了 陆成奇一把揪住了贺卿的领子 立声道 本王问的是你 都是男人 你少装算 别以为本王看不出来 你没安好心 我警告你 他是我的妻 离他远点 他这样的质问 让我十分不安 贺卿是因为我卷进来的 我不想他受什么指摘 便上前去推陆成奇 不关贺卿公子的事 陆成奇 你少发疯 可贺卿公子 却还是把我扒拉到他身后 然后对着陆成奇 依然平和 温柔 殿下既然已经猜出来了 那我也不藏着了 诚如殿下所言 我确实心仪谢姑娘 我 他这话一出 几乎整个长街都安静住了 陆成奇牙都咬紧了 拧紧的拳头挥舞着 就朝贺卿的脸颊甩过去 贺卿 我尖叫一声 但我想象中的状况并没有发生 只见那弱智书生一般的体魄 居然接住了陆成奇的拳头 随即拧开他的手 另一只手举起来 结结实实地落在陆成奇侧脸 这一拳不知用了多大的力气 身经百战的陆成奇 脸上灯时就起了轻肿 向后退了好几步 晃荡地跌倒在地 他怒道 贺卿 你敢打本王 有何不敢 贺卿掀起白色衣袍 殿下当街拉扯良家女子 暗律当鞭吃三十 我算是替天行道 随即 他似乎觉得不解气一般 冲上去又跟陆成奇扭打在一起 这两人动起手来 简直拳拳到肉 我刚一靠近就差点被波及 好在寻查的官兵到了 才将两人分开 你这伤 我掏出帕子上前一步 没事 陆成奇扭头脆出一口血沫 不用担心 帕子递到了贺卿公子面前 疼不疼啊 被我忽略过的陆成奇神色落寞 阿珍 你最关心的不是我吗 你喜欢的人是我呀 我扶着贺卿公子 背对陆成奇离开 如今不是了 实在是看不出来 贺卿瞧着温文尔雅的 跟陆成奇动起手来 却大大的站了上风 陆成奇都被他捶吐血了 他却只有点点擦伤 贺卿双手搁在膝盖上 将他衣裳布料 都捏出了褶子的愁愁 对不住 我不明所以 此事因我而起 是我对不住他 他道什么欠 他逼着头说 那几拳看着厉害 六殿下习武之人 伤不及筋骨 你不用太担心他 谁担心他了 那你脸色怎么一直不好 我深吸一口气 他皮糙肉厚 挨刀子都是活该 我是担心你 他毕竟是皇子 你对他动了手 往后怎么办 这你就不必管了 我自有我的办法 他轻笑起来 我给他递了一张 沾了药粉的帕子 贺卿愣了下 接过来再掌心放了许久 不过他今日来找你 你没跟他回去 是不是故意说话 气他 我歪了歪头 听你这话 希望我跟他回去 当然不是 贺卿条件反射一般打 我再也不要 看你跟别的男人走了 这话让人听着有奇异 我看着他 随即他耳朵间 就惹了什么火一样的红 他似乎意识到 自己话语太直白 随即找步 当然 这只是我一厢情愿 不 不是 这什么 我不是有意的 算了 然后 向来与人谈笑风生 什么话都接得住的贺卿公子 把自己解释得哑火了 索性闭上嘴巴 耳间的红 像是一滴墨水 浸入他肌肤 往下 蔓延至脖梗 连带着整个脸颊 浮出一捧任人宰割的非红色 哦 我拖长了声音 非盯着他那红的不能再红的脸 故意说 那看来 你今日说心仪于我的话 只是用来气他的 可惜 我还倒捡了什么好姻缘呢 啊 他如梦初醒 一般地抬起头 被那我一动不动地直盯着 他扭过头去 摆出一副视死如归表情 将心肝都剖出来 其实 我私心里 是想打死他的 我实在是 太嫉妒他了 他怎么就那么幸运 能得到你的喜欢呢 他怎么就那么幸运 能娶到 你做妻子呢 为什么我求而不得的东西 他能这样轻易摘取 摘取就算了 只要他带你好 你欢喜 那我也认了 可他 为什么要那样对你 我实在 恨死他了 他又问 你这样的聪慧 是不是早看出 我喜欢你了 我长吸了一口气 怎么看不出来呢 尽管他刻意地 保持着距离 可每次我在柜台 拨算盘 一抬头 都能看见 他落在我身上的目光 那样的温柔 我也曾那样的看过别人 怎么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是我 暗恋呗 他略有自嘲 情不知所起 你问我为何 哪里有什么理由 我视你为双雪 已经太多太多年了 我被这份感情 忽了满脸 然后我跟他说 请给我一些时间 我确实对贺青很有好感 但我也不敢随意决定 我不想再遇到一段 不如意的婚姻 也不想这样敷衍地 对待他一腔深情 贺青打了陆成奇的事情 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 确实没让陆成奇 找到他的麻烦 自从他剖白心意之后 倒是明目张胆起来 隔三差五地 就往谢家送东西 而且这人变招法地送 有时候根本让人没法拒绝 我在酒楼算账 他还要来站我半边柜台 用来看书 关键我还不好说他什么 因为店里忙的时候 人家还把自己当半个跑堂 迎来送往地替我招呼客人 你到底想做什么呀 追求你 贺青一边翻着他的书 风轻云淡地宣布 我想让谢姑娘 好好地享受一下 被追求的感觉 你当然可以拒绝我 但是我会继续追 我在生意上日进抖金的时候 皇宫已经拉开了 争处的帷幕 其实自从陆成奇回到京城 他和太子之间 就势必有一场风暴要来 但我没想到这么快 太子就要反了 陆成奇带兵厮杀入宫 但我担心的不是这个 而是我父亲也在宫里 他向来古板 太子逼宫 他肯定第一个要跳出来指责 我慌了 贺青安抚了我 让我不要着急 他去想办法 然后他就一个人走了 当夜 原本滞留在京城郊外的龙香味 突然冲开了朱雀门 也冲杀进了皇宫 父亲很快就被送回来了 只不过送他回来的人是陆成奇 他为了救我父亲 背后中了一件 一直撑着伤 将我父亲送至家门口 才倒下 倒下之前 他拽着我的手 说 阿珍 我将阅障就回来了 别装了 我知道你醒了 我冲着躺在病床上的陆成奇说 阿珍 我有话想跟你说 他睁开了眼睛 略带虚弱 我抽了抽手 先松开我再说 他摇了摇头 钻得更紧了 扶着伤起了身 你就看在我就回乐障的情面上 别再生我的气了 好不好 我看着他 陆成奇 你救我父亲 我很感激 但是 这跟我们两个之间的婚事 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完 转身要走 我错了 他的声音追上来 我明白你从前的心情了 我知道爱而不得是什么滋味了 我知道我从前有多混账了 阿珍 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会好好补偿你的 我知道领难苦 以后 我不会让你再跟着我颠沛流离了 我会争 我日后会当皇帝 你会是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 你知道的 你生来就是做皇后的 看着他 看着他脸色惨白 伤口未愈 泪水爬花了他的脸 那只从他肩上取下的箭头 沉在水盆底 诬陷将水运染成红色 我一点点地将自己的手 从他掌心抽出来 用尽可能温柔的声音告诉他 晚了 他的手紧紧地拽着我的裙脚 仰着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一直在摇头 一直在摇头 从前 我简直觉得 路程其生来 就是为了让我喜欢的 我在领南陪了他一年 见过他为死伤将士 而伤痛的眼泪 也见过他奋勇杀敌时的 义气风发 可我从未见过他 像现在这样的颓败 落寞 半个月后 东宫皇太子被废 地下退位做了太上皇 六殿下路程其 登基为帝 国师师弟贺亲公子 在千军一发之际 劝说国师动用的 成交龙香味 亲自带军冲开了朱雀门 杀入皇宫 营救了文武百官 我总算是明白了当初 他靠什么 能再打了皇子 一顿之后 还能安然无恙 成交守备军士 绞杀逼宫者 最有效的屠刀 太子和陆成其 但凡其中有任何一个人造反 龙香味站在谁那边 谁就半边屁股坐在了龙椅上 陆成其登基那天 我和贺青已经准备离开京城去江南了 我的酒楼已经运转得很好 可以交给旁人打理 贺青说江南风光好 我若想游山玩水的话 不如第一站就去那里 他还说 自然 作为你的追求者 你游山玩水 我自然得安前马后的服务 提升好感 就在我刚准备上马的时候 陆成其追了出来 他登基登到一半 带着文武百官就追了上来 还带上了丰厚诏书 阿珍 做我的皇后吧 我扶着贺青的手 跨上了马 他在后面喊我 阿珍 我扬起了马鞭 有人在后面喊 陛下万金之体 怎可给别人跪下 京都城外 当着文武百官与来往百姓的面 新登基的天子双膝落下 明黄色的龙袍裹满了尘埃 城外的风向耳光一样地抽着他的脸 他声嘶力竭地将最后的尊严抛下 阿珍 我没回头 扬长而去 耳边呼啸的风将身后的呐喊逐渐掩盖 自由的味道 真是甘甜呀 桑 钑